不過在後面呢,我們做出了只要按著右鍵呢 就能完全自動化的岩漿產生機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在上一個影片中呢,我們跟大家分享過了 現在呢,在1.17的先行版中呢 我們可以用棕辱石跟鍋斧呢,可以做出無限的岩漿 那這邊有辦法自動收成岩漿嗎 這邊要做一個自動化的岩漿農場是搬得到的嗎 這邊是來用發射器 發射器跟鐵桶到底能不能鑽出鍋斧的岩漿呢 我們這邊來試一下 呃... 呃... 那你可能會想是不是下面裝不到那從側邊呢 嗯,也裝不到 這邊可以發現它把這個鐵桶直接噴了出去 沒辦法裝,因為中間隔了一層鍋斧它裝不到喔 那如果從正上方呢,有辦法裝嗎 你可以發現它也是噴的出來,然後鐵桶在裡面 好,就是不管任何方向呢,這個鍋斧都沒辦法用這個發射器 加鐵桶直接把水裝出來的 所以這邊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完全的自動化 不過在後面呢,我們做出了只要按著右鍵呢 就能完全自動化的岩漿產生機 這邊岩漿產生之後呢,會直接裝到桶子裡面 然後會獲得,你可以當作燃料或各種用途的岩漿 好,這邊只要拿著鐵桶,然後身上呢 用一大堆的奇怪東西把它擋住 不要是鐵桶或是岩漿桶之類的 欸,岩漿桶也沒差 好,然後擋住就好 那這邊的目的是要裝桶之後呢,讓它 往下噴 然後往下噴我們下面放著漏斗 好,所以我只要按著右鍵 你可以發現 只要岩漿經過就會收納 然後就會掉下去 那這邊呢,我在上面還有做一個補充裝置 好,裝一罐,它就會再給你一個鐵桶 好,所以這裡可以完全的AFK 好,完全自動化 在這邊慢慢等慢慢等 這邊岩漿就會自己產生 我們現在的世界是沒有加速的 所以它其實岩漿產生的速度 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慢 好,這邊只要這樣一直掛著掛著掛著 過來一個晚上 然後當然你天空頭上要擋一下 不然會有業務 當然有怪物的話要擋一下 那這樣子就可以無限獲得岩漿了 這邊呢,看一下旁邊的機制喔 這邊裝好之後呢,會露到這邊來 我剛才岩漿桶都在這了 那這桶子你剛才可以再做大一點點 然後再做更多箱 再用漏斗去露下來 那底下就是放漏斗礦車 所以我們裝好之後,岩漿桶噴出去之後呢 欸,就會掉在下面,就會收納進去了 那旁邊呢,則是 在收納途中 喔,只要有裝到一桶岩漿 喔,裡面用比較器呢 有東西經過這個漏斗之後呢 這邊會觸發紅鬚機關 那來到上面之後呢 這邊會噴射一個鐵桶下去 然後上面就可以裝很多的桶子來備用 看你要裝多少 那這樣子只要裝一桶呢 它就會補一桶給你喔 基本上就是無限的自動化 那後面呢 就是我們之前介紹過的岩漿的 加上這個尖滴石 這個中乳石的低岩漿的方式 你可以發現 很快又沾滿了岩漿 很快又已經倒滿了很多岩漿了 那旁邊後面這一圈就是 這個無限岩漿列車的一個循環系統 它就會一直旋轉、一直旋轉、一直旋轉 那這就是一個迴轉Source的概念啦 那這概法呢 呃...應該... 之前應該有介紹過嗎 還不確定 總之呢就是 四個方向 然後一直推、一直推 一個旋轉、推 那它的關鍵在於 這邊的活塞呢 要有一個順序喔 它的Tick數要有一個順序喔 那是 1、2、3、4喔 照...我現在做的是一個逆時鐘旋轉 那看你的順序怎麼樣 我們一開始定的順序是 這個先推 然後再第二個 然後再第三個 再第四個 照這樣的一個循環 那它的Tick數呢 就要稍微的遞減、遞減、遞減 然後都插一個Tick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無限的循環 無限的連閃 那為什麼會連閃呢 是這邊還有一個偵測器 這邊只要推動不同的鍋斧 這邊也會偵測一下 那只要推一次 這邊就閃一次 所以就變成一個無限連閃的狀況了 好大概是這樣 大家用看的應該有辦法直接... 呃...蓋出來吧 那這邊的Tick我是稍微有研究過 大概... 這邊也要拉滿Tick 會比較穩定 太快的話會來不及推 呃...目前是這樣子 呃...這邊是...算是5Tick 呃...這邊6Tick 這邊7Tick 這邊8Tick 那一個比較去拉滿就是4Tick 好...所以這樣子呢 就是一個...做一個無限的循環 那就可以一直繞一直繞一直繞 這樣子怎麼樣呢 我們的AFK 自動岩漿裝銅產生機 就完成了 那這邊的效率到底如何 我們可以把岩漿全部清掉 那看一下我們等一下 到底可以裝到多少桶岩漿 那...我覺得這箱子不夠 我們要再擴大一點 那接下來先用指令清掉所有的岩漿 那我們等一下呢大概計時個10分鐘 看一下10分鐘到底可以收納到多少的岩漿桶 那我這邊就是需要一直按著右鍵 開始囉 我們現在已經按著右鍵 那...等下會加速 那看一下到底10分鐘 可以裝幾桶 那...當然這要掛的話大概就是要掛個... 呃...一個小時左右吧 就是...至少掛個一個晚上之類的 可能量會比較多 那我稍微預測一下 我以為我那桶裝的數量喔 大概可以裝個半... 欸...一箱吧 應該27桶左右 應該沒問題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10分鐘開始 好... 好的時間也差不多大概10分鐘了吧 我們來計算一下我們這邊到底收了多少 感覺它的速度其實蠻多的 我們剛剛裝了好多桶喔 最後都在這裡 喔...哇...比27桶還多 比我想像中的半...半箱還多 喔...這邊上面是27桶 再加6 喔...裝了33桶 10分鐘33桶耶 欸...這樣子其實很快耶 1分鐘就有3桶左右 1分鐘3.3桶的量 那...這個我們目前只用了21個鍋斧 所以這邊其實規模用的更大呢 這邊裝到岩漿的機率應該也會更高 這邊感覺是...呃...有點隨機 它不知道有沒有在這個鍋斧裡面做一些數值的累積呢 感覺它隨機就滴出來了有沒有 所以這滴的速度其實比想像中的還快 好...我們在上一個影片中測試的測比較久一點點 那其實它是蠻快的 那可能有些玩家會問 為什麼不直接去地獄裝岩漿呢 或是直接在地底湖 撞一大堆岩漿就好啦 呃...很遠 很麻煩要跑來跑去 那你只要做這個裝置就是掛網就可以了 能掛網的東西 能不要走路就不要走路 這是...懶人最大的極致好不好 當然你要去地獄速率效率10分鐘 你應該可以裝好幾百桶啦 好...但是你就是要跑 啊...這個就是可以掛機 就是你在...沒事的時候 想要做別的事或去洗澡的時候 可以獲得額外的岩漿桶 那岩漿桶還可以做什麼呢 呃...新手玩家可能會想說 欸...岩漿桶不就2x2就有無限岩漿嗎 這應該是新手最大的一個謬誤了吧 岩漿跟水是不一樣的 它不會額外產生一個岩漿 喔...它就是這樣子 它不會再變多了 兩桶就是兩桶 不會變四桶 它跟水不一樣 不管你怎麼倒怎麼倒 快速倒快速倒 最後倒倒這邊變成一桶 喔...就沒了 就少一桶了 沒錯就是這樣子 岩漿是沒有2x2變成無限岩漿的 這個...很多新手玩家不知道 那其實在新版本中也是沒有這樣子 那有這麼多岩漿還能做什麼呢 這邊其實可以跟村民做交易 盔甲匠呢會收這個岩漿桶 但是這個其實...呃...沒有算說這麼划算 因為岩漿桶你還要3塊鐵 然後再加一桶岩漿 那3個鐵換一個綠寶石 喔...但是如果你是用...呃...村民把它咬成... 殭屍村民 然後再救回來的時候呢 呃...它會有一些選項是一個鐵就可以換一個綠寶石了 所以用那個方式的話 這個岩漿桶是比較不划算 但是在一般模式下一般村莊交易中呢 呃...這個還算不錯 你只要3個鐵 那岩漿就是無限 所以只要3個鐵就可以換一個綠寶石 就是見仁見智如果你要需要這樣的交易的話 那當然交易的話有更好的選擇像是木棍 自建石的木棍應該是最便宜 然後最好換綠寶石的方式喔 所以其實...呃...拿來交易也沒這麼好用 那這邊獲得岩漿桶主要是你可以做一些建材啦 或是自己去產生...呃...黑曜石啊 雖然黑曜石也算是可以無限產生 利用終界那個傳送門呢 終界下面那一塊地板呢 就是會無限產生的地方 所以呢...其實也不太需要 那最後想想最實用的方式應該還是拿來燒東西吧 畢竟可以燒100個東西 這樣就不需要挖煤礦或是去製造海帶乾塊 那海帶乾塊之前也是有一個自動化 但是它還是要手動合成 畢竟目前沒有自動合成台之類的 那這個岩漿桶應該有辦法半自動的去... 呃...裝入熔岩 然後只要按一個按鈕呢就把岩漿桶丟進去 然後再讓這個鐵桶露出來 應該是可以做到這樣一個半自動化 那...它沒有比較好...精密的管線 所以沒辦法就是說...呃...它燃燒完了之後呢 就馬上再丟一個岩漿桶進去 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做到那麼精細 但是半自動化是OK的 可以稍微計算一下這個燒100個的時間 然後再做...呃...其實也可以全自動啦 計算100個燃燒的時間之後呢 再丟一個岩漿桶進去 然後再露出來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循環了 所以這個機器呢...FK 然後再接上這個熔爐的話 應該就是可以...呃...無限燒...無限燒 一直燒一直燒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最後這個機器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需要一點點簡單的教學呢 呃...最主要的部分之前有介紹過 但我們還是簡單介紹一下這個 循環的迴轉壽司到底該怎麼做好了 這邊先縮小到3x3 那接下來呢你要決定第一個推的是哪一格 那接下來假設這一個是第一個要推的 那我們就把其他三個角打掉 那這邊是為了讓它順利的一直旋轉 所以需要做這樣的裝置 那接下來呢就是...這邊可能要做一個紅石訊號源 就是一個連散的地方 那接下來這邊每一格呢 要給它不同的TIC的設置 那我們預定這個先推 所以先給它一個中繼器一階的 然後這個是第二個要推的 因為你可以想喔我們這個推上去之後呢 這個就要再推去右邊 然後接下來這個再推來這邊 然後最後再推回來 這樣才會做一個循環 所以這邊我們就是一個... 呃...順時鐘 欸對我們是順時鐘 好這樣子 1...2...3...4 那分別是1...2...3...4...TIC 這個是1TIC 那這是2TIC 那這邊呢這邊是1TIC 所以這邊是加起來 這邊2TIC再加這個會變3 所以是這樣一個狀況 那可以發現按下按鈕 好就推一個循環這樣子 那這邊接上偵測器做一個連閃之後呢 你就可以發現它就是 一直這樣快速的推動 那1TIC就是快快快快快 有沒有推推推推 但有時候會稍微卡一下下 然後這個 這樣子 那有時候會卡住有時候會卡住 再3格 好又...又動起來又動起來了 好這邊可以稍微細調一下 有時候會不太一樣 好就是這樣子 這樣就是做一個循環啦 那我們後面就只是放大而已 就...可以拉很長 拉到最長就是 活塞能推動的方塊數量喔 大概是12個吧 好這以上呢 就直接跟大家分享的 AFK岩漿農場 這應該叫什麼名字呢 岩漿獲取機 岩漿產生機 也不對 岩漿產生機 其實後面這個裝置 本來就會自動產生岩漿了 那我們這邊好處是 可以裝成岩漿桶 所以算是岩漿桶產生機嗎 好不知道該叫什麼一個好名字呢 總之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機器分享給大家 希望之後大家也可以來使用看看啦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囉 大家 掰掰